好的,那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次分享,因为已经2点40了,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想首先做一下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于晨,是来自微软AKS项目,也就是Azure Kubernetes Service项目的高级工程师。 我同时也是Fleet多级军管理平台的开发者之一。 那今天同我一起参加这次分享的呢,还有郝琴。 大家好,我是郝琴,我来自Red Hat。 也是Open Cluster Management,OCM社区的Maintainer之一。 那大家今天在屏幕上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分享的主题是连接点走向统一的多级群AI和Machine Learning体验。 之所以我们今天选,之所以郝琴和我今天选择了这样一个主题,想跟大家讨论。 是因为最近Multi-Courser SIG推出了一项新的多级群API,叫做Courser Inventory API, 旨在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多级群体验。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借今天这个讨论的机会呢,和大家进一步介绍一下这项API。 还有这项API将会对我们的多级群体验,特别是在AI Machine Learning方面的多级群体验, 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那我相信呢,有不少了解Kubernetes历史的这个开发者都知道, 多级群其实本身在Kubernetes社区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概念。 事实上最早在2016年,也就是Kubernetes 1.3版本发布的时候呢, 社区就已经开始了对多级群功能的探索。 最早呢,这项探索被称作Kubernetes Federation, Kubernetes联邦,我们也把它叫做Kubernetes V1。 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呢,Kubernetes V1发布的时候呢, Kubernetes本身还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 许多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功能, 比如说CRD,CRD的这个支持,在当时还都没有实装。 那为了应对这些功能的缺失呢, Kubernetes V1在架构上就不得不做了许多的取舍。 随着Kubernetes的项目本身的快速成熟呢, 最后Kubernetes V1在架构上的这些取舍, 最后反而变成了Kubernetes V1的项目继续进步的这个阻力。 最后呢,在2019年,这个Kubernetes社区, 也就是Multi-Kasser-Sig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这个重启无噪, 这个停掉了Kubernetes V1的开发, 取而代之的是Kubernetes V2。 Kubernetes V2吸收了Kubernetes V1在开发过程当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 也增加了许多对多基群发展至关重要的这个功能。 事实上直到今天, 它也还在对现在我们使用的多基群管理平台有很大的影响。 只是呢, 这个在发布之后呢, Kubernetes V2这个开发呢, 在这几年也逐渐停滞了下来。 最后呢, 在2022年, 这个Multi-Kasser-Sig不得不又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把Kubernetes V2的代码也封存起来。 那自此呢, Kubernetes社区就不再有一个统一的多基群管理的实现了。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说Kubernetes的这个我们在Kubernetes社区里面对于多基群的探索就已经停止了。 事实上在Kubernetes V2这个项目封存之后呢, 有许多不同的公司和组织都去开发了自己的这个多基群管理平台。 这个每个多基群管理平台都有自己的风格, 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社区上的支持。 这里面主要的开源项目包括上一个赛神也介绍过的OCM, 包括CasserNet, 包括Kamada, 还有包括这个Fleet。 我们在这两年呢, 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Kubernetes原生应用也开始支持了这个多基群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当中包括Q, 包括Volcano, 包括Argo等等。 那很自然的呢, 我们就站在这个MultiCasserSeal的角度, 站在社区的角度, 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两个问题。 一则是呢, 我们应该为如何为开发者提供一个统一标准化的多基群体验, 同时又能最大程度的能保留不同的多基群管解决方案, 在多基群这个问题上的独特视角。 其次也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该如何把多基群管理平台同需要多基群能力的应用连接起来, 为应用开发者尽可能减轻支持多基群的负担, 同时又能够帮助用户去复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多基群管理的能力。 那我们相信呢, 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 对于Kubernetes多基群管理能力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像毕加索讲到的, 曾经讲过的那样, 量工模其形, 巧匠窃其异, 那对于在工程师领域呢, 大家也都知道, 对于代码和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抽象和复用, 一直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一个几乎是永恒的主题。 那我们也希望呢, 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 把不同的这个多基群管理的实现呢, 以一个统一标准化的形式, 从需要使用多基群能力的这个用户和应用连接起来。 相信这个对于Kubernetes多基群能力的发展将来会有莫大的助力。 这个呢, 不仅能够降低用户的学习成本, 也意味着对于应用开发者而言, 不用重复造文字去反复支持一组本质上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当然今天考虑到历史和现实呢, 如今再去开发一个社区统一的多基群实现, 也就是Kubernetes的V3, 站在MultiCasterC的角度, 站在社区的角度都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能的选项了, 已经失败了两次, 没有办法, 事不过三, 的确是这样。 那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其他的途径去继续探索多基群的这个其他的可能。 大概在一年, 大概在一年以前的时候呢, OCM, Fleet, CasterNet和Kamada, 当然这个名字并没有分先后, 这个四家平台的开发者呢, 聚在一起开始了一项新的努力, 旨在呢, 去开发一个新的社区能够接受的面向多基群的统一接口。 这个提案呢, 在经过MultiCasterSIG内部的反复讨论之后呢, 最后形成了新的KEP-4322, 这个接口的本身的名字呢, 也被命名成了Caster Inventory API。 那现在这个Caster Inventory API的开发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在当前呢, 我们假定呢, 每个多基群部署都会是一个自己独立的Inventory, 那么作为OCM也好, Fleet也好, 不同的多基群管理平台, 要为这个Inventory里面的每个成员集群去创建自己的Profile, 也就是所谓的Caster Profile, 那在这个CR当中呢, 还会报告关于这个成员集群的一些状态。 那大家在现在页面上的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 这个YMO文件描述了一个叫做BraveLine的集群, 并且呢, 也声明了它的这个集群当前的状态是一个健康的状态。 当然我们也承认说, 如果只有成员发现和状态监控的功能, 那么Caster Inventory API现在的意义其实并不大, 但是呢, 以这样的一个API为基础,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构建统一的多基群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演讲的主题当中提到了连点呈现这个词。 事实上呢, 在我们现在的社区里已经开始了一些比较早期的讨论, 谈到了一些能力, 比如说这个凭证签发方面的能力, 我们希望呢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接口, 允许多基群应用也好, 用户也好, 通过一个统一的接口, 像OCM Fleet这样的平台去申请某个成员集群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凭证。 那拿到这个凭证之后呢, 这个用户也好, 应用也好, 就能够实现对成员集群的访问。 最终的目标, 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多基群应用的自动配置,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做办法呢, 能够极大的减少这个多基群应用在安装和管理上面的这个复杂程度。 那我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 关于这个凭证签发的能力, 其实还在, 这个讨论还在相当早期的阶段, 事实上连名字我们都还没有确定下来, 我相信呢有许多用力还需要探索, 特别是在凭证方面, 因为涉及到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 但是呢这个应该不妨碍我们在今天的讨论当中, 去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想法的一个思路, 我们希望呢能够启用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那就是用户也好, 应用也好, 可以通过列举当前的系统上的caster profile, 去发现所有的集群, 如果有自己感兴趣的集群, 那就可以签发一个Auth Token API, Auth Token Request API, 去向Fleet也好, OCM也好, 这样的平台去申请它的访问权凭证。 在这个Auth Token Request API上呢, 用户只要去声明自己要使用哪些服务账户, 需要哪些权限即可, 这个服务账户也好, 权限也好, 可以是预先配置的, 也可以由平台自己签发, 那只要条件允许, OCM, Fleet也好, 等等平台, 就可以去签发对应的令台, 还有其他的访问凭据, 拿到这样的一个访问凭据, 那系统就可以对这个集群进行访问。 那这里呢, 我们简单做一个demo来帮大家更好地了解 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那这里呢, 我们首先假定我们已经通过Fleet 配置好了一个多集群部署, 那里面呢, 有两个成年集群, BraveLine和Smartfish。 那这里特别说明一下, 虽然有点王头卖瓜的嫌疑, 这个Fleet是一个由微软开发的, 多集群管理平台。 它呢, 提供了状态监控, 资源分发, 还有这个资源调度, 以及网络互联上面一些功能。 那感兴趣的工程师可以在GitHub上 找到我们这个项目。 对于一个Fleet的部署来讲, 包括一个主集群和若干的成员集群。 那现在从这个命令的数据上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BraveLine集群和Smartfish集群 都已经成功注册到了主集群上, 并且Fleet已经开始报告他们上面一些信息, 包括上面的节点的数量, 可以使用的CPU, 可以用使用的内存等等这些信息。 那这里呢, 我们使用了一个实验性的Fleet版本, 已经对Caster Inventory API提供了支持, 并且实现了凭证的签发能力。 当然这个不是Fleet独有的, 我们相信其他的这个, 借助这个统一的这个API, 其他的多集群管理平台, 也可以实现同样的几个方案。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会发现Fleet已经为每个成员集群 都准备了对应的Caster profile。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去检查Caster profile的内容, 可以看到里面报告了, 我们当前存在这样一个BraveLine的集群, 它由Fleet去管理, 并且它的状态是健康可用的这个状态。 那有了这个Caster profile对象, 我们就可以通过AuthTokenRequest API 去申请访问BraveLine集群的这样的一个凭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PI的样子是这样的。 当前我们签发的这个AuthTokenRequest API还非常简单, 它只是引用了一个Caster profile, 声明说它需要一个在default命名空间下, 一个名字叫做work的服务账户, 并且我们需要admin权限。 当然申请admin权限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安全时间, 但是作为demo来讲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创建一下这个对象。 在创建之后几秒, Fleet就会开始在这个AuthTokenRequest API上 报告相应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是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Fleet已经找到了对应的这个Caster profile, 已经创建好了对应的服务账户, 也已经配置好了所有的200个资源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Fleet已经为他签发了一个访问凭证, 这个访问凭证存储在一个名字叫做Example的ConfigMap下面。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读取这个ConfigMap, 就可以看到, 是的, 这里存储了一个完整的CuperConfig文件, 那用户或者应用读取这个Config文件, 就可以实现对BrainLine集群的这样的一个访问。 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一样, 对于凭证的这个签发能力呢, 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我们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呢, 是多集取应用的自动配置。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以Q为例来展示这样的一种配置, 将如何通过Caster Profile, 以及Auth Token Request API来成为可能。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工程师, 对于这个Q这个项目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个是一个由CuperNates开源社区自己去, CuperNates社区自己开发的原生作业队列应用, 它可以用来去运行各种各样的离线工作负载, 包括数据分析处理, AI Machine Learning训练等等。 那Q呢, 这个项目自己已经实现了对多集群环境的支持, 社区把这个特性称为叫做MultiQ。 大体上来讲呢, MultiQ也采取了一个主集群加入干成员集群这样的一个架构, 并且实现了一个先到先得的工作负载分发模式。 也就是说呢, 当有一个任务需要完成的时候呢, 各个成员集群会先检查自己上面还没有足够的资源来运行这个工作负载, 如果有的话就会向主集群回报, 承诺自己能够运行, 主集群呢会选择最早做出承诺的集群来运行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个就是MultiQ的实现国际。 那MultiQ的配置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不过我相信如果熟悉多集群应用的工程师来讲呢, 这里面的许多步骤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 首先呢, 你需要找到目标集群, 在上面创建一个代表Q的service account服务账户, 为它配置好相应的权限, 先发令牌, 再把令牌还有其他的访问信息, 比如说API server的地址呢, 想办法再传回给MultiQ。 那这个系统上当天有多少个集群, 那这个过程就需要重复多少次。 如果这个多集群环境里面涉及的集群数量非常多的话, 即便有脚本的帮助, 这个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 那站在Cluster Inventory API的角度, 我们希望简化的就是中间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呢, 对于用户来讲呢, 既然自己的成员集群已经由OCM或者Fleet这样的管理平台来加以管理, Q呢, 自己又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申请哪些权限。 那么站在用户的角度, 事实上不需要提供太多的信息, 理应就能把这个环境配置好, 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实现的这样一个内容。 这里呢, 我会再做一个简单的demo, 来展示一下这种自动配置是如何实现的。 这里呢, 我们还是使用刚才的环境, 就像刚刚展示的那样, 我们有一个Fleet的部署, 上面存在两个成员集群, BraveLine和Smartfish。 那我们这里呢, 稍微修改了一下Q的代码, 使它能够利用CasterProfileAPI和AuthTokenRequestAPI去实现自己的自动配置。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要配置一个MultiQ环境, 其实非常简单, 系统只需要, 用户只需要先检查系统上有哪些CasterProfile。 只要有, 在确认了CasterProfile之后, 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MultiQ自己的API, 叫做MultiQConfig, 来实现, 来声明说有哪些集群, 我们需要当前加入到MultiQ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这里先从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Object开始, 我们这里先首先声明, 我们只需要BraveLine集群加入到MultiQ环境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只需要创建这样的一个Object就可以。 那稍等片刻呢, MultiQ就会自动把所有的这个连接自己都创建好。 如果我们现在去检查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MultiQ自己呢, 已经创建好了这个前方, 不好意思。 MultiQ呢, 已经自己创建好了这个BraveLine集群的这个AuthTokenRequest。 如果我们这时候去检查集群的, MultiQ集群的连接状态, 也可以看到, 这个BraveLine集群已经出现, 并且它的连接状态是一个活跃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要再增加一个集群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再修改刚才的这个MultiQConfig文件。 那同样的MultiQ也会自己把SmartFace集群部署好,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检查SmartFace集群, 哦,不好意思。 可能需要稍微等一下。 哦,好的,出现了。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连接同样也是成功的。 那只要这个环境配置好,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集群上面去分发任务, 实现我们多集群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对立环境。 那现在屏幕上显示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展示的Demo的这样一个架构。 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由OCM或者Fleet的这样的多集群管理平台, 去负责classer profile的签发, 以及auth token request的处理。 Q呢,负责读取用户的输入, 然后进行自动的配置。 当中呢, 用户几乎不需要输入任何事情, 只需要指定自己需要使用的集群, 就可以完成整个安装的自动化。 那我们也相信呢, 这样的一个流程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 事实上在多集群管理的环境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集群因为区域故障, 配置错误等等, 需要被替换。 我们也会经常碰到呢, 需要文化集群的访问凭证这样的一个场景,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呢, 长时间的使用同一个令牌去访问集群, 显然是不安全的。 那Caster Inventory API呢, 都可以解决这些场景, 我们认为这样的解决呢, 比手动操作来得更为实际, 也更为便捷。 当然呢, 把多集群管理平台, 同多集群应用连接在一起, 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自动配置。 那我上一个Session其实也有展示过, 像OCM和Fleet这样的平台呢, 都具有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资源调度能力, 这些资源调度能力, 常常也是多集群应用所需要的。 那接下来会有好情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 非常感谢于晨敬产的分享。 然后接下来由我的话会从多集群调度的角度来介绍一下, 通过使用Cluster Profile API, 我们如何将现有的一些多集群调度的能力, 更好地服用到像Q这样支持多集群的平台上。 首先先简单介绍一下OCM社区, OCM社区的话也是现在众多流行的多集群管理平台之一, 然后我们主要也是旨在解决多集群场景下的集群注册, 工作负载分发, 还有动态的一些资源调度, 还有配置的功能。 目前也属于一个CNCF的Sandbox阶段, 也是正在复化。 然后底下是我们的一个网站, 然后就是OCM里面的话关于多集群的动态的调度, 还有配置是我们的核心功能之一。 接下来我的介绍还有demo也会主要基于OCM来做。 然后当然这些主流的一些调度的功能, 其实在像Fleet这样的平台也是完全支持的。 然后就是完整的demo的话, 就是关于Fleet的完整demo可以参考余晨在上一节中分享的链接可以查看。 然后在开始之前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多集群调度的能力。 像OCM还有Fleet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多集群平台, 其实一般的调度大概就分为这三个阶段。 首先是预选阶段, predict的阶段的话一般就是会有一些hard requirement, 比如说你可以去定义一些标签选择器, 或者类似于K8S里面, Pod里面的tend还有toleration这样的概念, 去对你的集群进行一个硬性的选择, 这样的话不符合条件的集群就会被filter掉。 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就是优选阶段, prioritize阶段, 这个阶段的话是一些比较soft的一些requirement,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定义你想要多少个cluster, 就它会尽可能地满足你的需求, 但不满足的话它也不会因为这个条件就会帮你去过滤掉的集群。 另外的话常见的话就是可以给集群打分, 比如说你可以根据CPU还有memory的使用情况, 给你的集群进行一个scout的打分, 然后通过一个排序可以优先选择出排分靠前的一些集群。 然后另外像OCM这样的社区的话, 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可以扩展的调度能力, 你可以通过ACM的插件机制在你的托管集群上去实现一个自己的agent, 然后你的agent的话可以去类似于去watch你托管集群上的一些resource, 比如GPU的使用情况, 然后去给集群提供一些是定义的分数, 以此来实现一个更灵活的调度的功能。 而在前两个阶段结束之后呢, 通常我们会有一个类似于placement decision的一个CRD, 然后这样的集群会把最终的调度结果放在这样的一个status里面, 而这个结果的话可以是一个静态的过程, 然后它也可以是一个动态的, 比如说随着你集群GPU或者GPU memory的使用情况的变化, 它会去动态的更新你的调度结果。 这就是大概常见的一些多集群调度能力。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通过class profile API, 我们就是可以将上有的多集群的平台, 还有支持像Q这样支持多集群平台的应用, 我们可以去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通过class profile API, 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复现现有的多集群调度能力到Q这样的集群上, 以此来实现一个多集群的动态配置, 然后从而满足更多的调度场景。 下面我会从两个例子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就通过复用可以实现的一些功能。 然后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class profile将OSAM的placement和multi-qconfig进行一个集群,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Q这样的AI或者machine的任务部署在一些特定的GPU的集群上。 然后像这个例子中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在, 就这个例子和上一节余晨介绍的一个区别是, 这边的话我们的multi-qconfig, 就是不再需要用户去手工的把集群就是一个一个写进去。 我们的用户的话, 它主要的任务是去创建一个placement, placement的话里面可以去定义你希望选择的集群的类型,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我只希望选择GPU类型是NVIDIA Tesla T4的一个集群。 然后这样的话, 由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里面的话, 只有class2和3是有这个符合要求的集群。 然后由于我们有一个集成, 它就会动态地把class2和3生成到你的multi-qconfig里, 因为有刚于晨上一节讲的类似于credential的一些集成, 所以q就可以读取这个配置之后, 自动地连接到class2和3, 从而实现一个集群在特定GPU集群上的一个调度。 然后第二个例子的话, 是基于一些可扩展的调度, 我们可以更加动态地去实现, 根据集群上GPU的一个动态的资源变化, 去进行一个任务的调度。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将任务调度到GPU使用率低的集群上, 这样就可以增加一个资源的使用率。 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去将任务调度在一些GPU可用率比较低的集群上, 这样的话, 就是减少一个集群资源的一个碎片化。 而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通过OCM的可扩展调度, 然后可以看到在每个托管集群上, 我们都有一个GPU scout agent, 他就是会去watch你集群上GPU的使用情况, 给集群进行一个打分, 然后将结果传回到你的hub上。 而用户的话, 他就可以依然选择去通过GPU scout去选择cluster。 然后在这个例子中的话, 就假如我想选择一些可用GPU高的集群, 由于这个例子中, 就可以看到在cluster1和2上, 就是已经有一些job在占用GPU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动态地去把GPU cluster3选择在multiq config里, 这样实现一个动态的一个集群的配置。 然后下面我会通过两个简单的demo进行一个介绍。 够大。 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第一个图, 就是将一些queue这样的AI或者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training job动态的部署在一个GPU类型为NVIDIA Tesla T4的一个集群上。 首先是一个集群的状态, 就这个集群上我们已经装了OCM, 它有三个托管集群。 然后由于我们也对cluster profile进行了支持, 所以这些托管集群也同样以cluster profile的形式注册在了集群里, 注册在了OCM的namespace下。 然后这个集群上的话就是有cluster2和3上是有三个GPU类型是NVIDIA Tesla T4的一个集群。 然后检查一下manage cluster的话就可以看到在cluster2和3上有一个这么一个label, 2和3上然后1上是没有的。 然后再检查一下manage cluster的status的话, 可以看到allocatable GPU只有2和3上有三个, 意义上是没有的。 这就是一个集群的状况。 然后剩下的话, 我们首先就是需要去创建一个placement。 这个placement比较简单, 我们就是通过标签选择器去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label的集群。 创建好之后可以去检查一下调度结果。 刚刚创建这个demo2, 它就选择了class2和3。 而下面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个placement去创建一个multiQ的环境。 而这个的话就是如果熟悉Q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 在clusterQ里面我们配了两个automation track, automation track就是可以在你最终调度照顾的时候去进行一些中介, 去影响你的调度结果。 然后通常的话如果你要使用multiQ的话, 需要配一个multiQ的automation track, 然后我们OCM和multiQ进行了一个集成, 我们加入了一个自己的使用placement controller的一个automation track controller, 用它去调度placement的结果来进行一个中介, 然后去动态地生成一个multiQconfig,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可以看到, 然后原生的这个multiQconfig的话, 我们这边例子里其实只定义了名字, 没有具体的配置, 因为这个它会由我们OCM开发的这个external的一个automation track, 去根据placement的调度结果, 动态地去生成这个multiQ, 然后下来我去执行一下它。 然后创建完resource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multiQconfig是新生成的, 然后里面就是有两个cluster, cluster2和3。 然后一个multiQcluster也会动态生成, 它会去读取clusterprofile的credential, 然后里面去引用里面的那个一个包含一个cubeconfig的secret。 然后如果检查一下automation track,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multiQ是已经passed, active的, 然后OCM实现的这个external的它也是active, 它是动态生成的multiQ和multiCluster。 然后检查一下这个clusterq的话, 它也是ready的, 那下面我们就可以去调度一个job到这个multiQ的环境。 就是刚刚余琛也介绍了, 在multiQ里面它会同时把job分发在每一个你配的这个multiQcluster里面, 但它最终就是先到先得, 然后像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这个job很简单, 就是sleep600秒request了一个GPU, 而create之后它理论上只会在class2和3中的一个去选择一个执行, 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检查。 可以看到这个job是在class2上跑起来了。 然后这就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在一个特定类型的GPU集群上可以进行一个任务的调度。 然后第二个例子的话, 就是针对GPU的使用情况, 我们对这些workload可以进行一个动态的调度。 这个是基于OCM, 我们实现了一个resource usage collect add-on, 它可以去在机群上收集你的GPU使用情况, 并且随着GPU资源的变化, 去动态的更新你的调度结果。 又因为我们跟multiQ进行了集成嘛, 所以可以实现一个multiQ的动态配置, 这样就可以让你的需要消耗一些GPU的任务, 可以去动态的调度在GPU使用率高或者低的机群上。 然后可以先看一下OCM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resource usage add-on agent已经装在了这个托管机群上。 这个class1,2,3上都有一个这个add-on。 然后具体而言, 其实就是在每个agent上跑了一个pod。 然后class2和3是一样的就跳过来。 然后我们的agent会watch你的resource, 并且把它作为一个scal上传回hub。 而这个scal的分数就是刚刚讲的从负100到100, 它不代表你的资源具体有多少, 它只是代表一个比较的大小, 就是GPU可用多的话分就高一些, 可用性低的话分就低一些。 然后刚刚上一个例子, 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个pod跑在class2上了吗? 然后class3上是没有pod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理论上因为cluster1没有GPU, 就是class2上有一个pod, 然后class3上什么都没跑, 所以分数应该就是3比2大, 2比1大这样子, 我们可以查一下resource去检查一下。 就是确实是这样, 就是class3的分数是最高的。 然后基于此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更新我们的placement, 我们可以基于GPUscal去选择动态的选择cluster。 然后这还是刚刚那个placement, 但是我们加了一个根据availableGPUscal去选择集群。 apply这个集群之后, 你可以看到placement的decision其实是发生了变化, 就现在只有cluster3被选中了。 然后multiq它其实也会根据这个decision的变化去变化。 检查一下multiqconfig, 发现它现在也只剩cluster3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把job调度到这样对列的话, 它其实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它不会再往cluster2上调度, 而是会选择cluster3, 这还是刚刚那个job, 就request一个GPU。 然后我们再去创建这样的一个job的话, 我们检查一下workload, 可以看到。 这个是刚刚上一个demo好的这个job, 那cluster3上就是我们刚刚执行的, 就是这样的话可以实现一个job的动态的一个变化。 OK, 然后刚刚就是我demo的部分。 这个链接的话可以查看完整的demo。 关于下一步计划的话, 在clusterinventoryapirepple我们会有一些进一步的讨论, 大家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查看一些就例会的时间, 还有一些讨论的内容。 ocm社区的话, 我们有计划去adoptclusterinventoryapi, 还有包括gpuscore, 还有我们会进一步跟q去讨论, 去实现一个ocm的gq的一个externaladmitrycontroller。 这个有一些我们进一步的讨论。 然后今天的话, 其实我们介绍的主要内容都是, 有一些是比较初始阶段的讨论。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讨论来进一步展示, 像多极群的一些平台, 如何在AI、模式learning, 包括其他的领域, 通过class profile的助力, 实现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 就是访问社区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后面一个人吗? 几点? 把时间交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呢, 是建立在每一个cluster都有大量idle的GPU的前提下, 因为感觉听起来所有placement的决策, 都是在基于现有cluster的现有的状况来决定的。 实际业务场景中, 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呢, 我们确实是在, 我们有很multiple的这个clusterprovider, 实际呢, 我们其实是用大量的用了autoscaler, 除了reserved的instance type以外, 大量使用clusterautoscaler, 这些GPU是动态调动的, 所以我想知道这个multi-queue也好, 或者是在这些做placement的决策的时候, 能否考虑到clusterautoscaler, 就是说哪一个autoscaler, 能够更快地给我提供我需要的GPUinstance, 那么就kill掉其他的placement, 有没有这样的可扩展性? 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 因为我们在刚刚这一张图的话, 这个agent其实是可以用户自己去实现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autoscaler的情况, 可以给不同的集群打不同的分数, 比如你的autoscaler比较快的话, 你可以实现一个自己的agent, 给他把分数打高一些, 这样你的job就会优先调度到这种集群上去。 但是我的意思是, 这个clusterautoscaler大部分是用, 你place到这个cluster里面, 它才会trigger的, 所以, 这个我理解, 这个我们之前也试过, 目前这个考虑的可能还是一些比较静态的资源, 可能这个, 在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可能是静态的资源打full, 是这样的一个case, autoscaler的话, 可能因为也没办法预知它有多少GPU, 这个我们可以下来再进一步讨论一下, 我们之前试验过那个动态的, 发现好像这种分数, 目前来说好像, 就是没办法预测它是不是更坏。 所以它是, 这个multi-cue是没法支持这种, 所谓的, 类似pre-placement, 或者是这种trial placement这种感觉, 是吧, 就是只能说是根据静态资源, 先打一个分, 然后把它place到那里就结束了, 对不对? 这个打分是ocm实现的, 然后multi-cue的机制是q, 它们就是你预先配好多cluster, 它会同时把它下发到cluster123上, 然后谁执行成功了, 他就会认为这个job调度成功了, 这个我们可以下来再讨论一下, 好的, 谢谢, 这个确实我们之前有试验过这个autoscaler, 感觉是有一些问题, 您好, 谢谢, 就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是现在的多集群调度更多的, 还是考虑一些, 比如说capacity层面的一些语义, 对吗, 那么实际上现在大模型调度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会考虑网络top的需求, 比如说member cluster123, 每一个子级群里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网络top域, 那么我们期望一个任务, 一个作业调度在一个网络top域里面, 现在的这个, 或者是未来我们的这个federation的一些调度, 会考虑这么犀利多的东西吗, 还是说仍然只关心就是整个cluster层面的东西, 从OCM社区的话, 就如果访问我们这个网站的话, 我们现在其实有spread的那个scheduling, 就是可以, 应该可以实现你刚刚说的场景, 另外我们还可以给decision分group, 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类似的需求。 对的是这样的, 其实Fleet也做了类似这个, 有点类似Cubernetes现在的这个topology spread constraints 这样的一个功能, 目的也是希望说尽可能的允许用户, 希望能够帮助用户不要把placement放得太过分散, 能够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进行去部署, 那这个方面因为在carser层面做的这样的一个scheduling的决策, 跟在pode的这个层面, 在node的这个层面上做的决策还有一点差别, 其实我们各个平台也都在探索, 怎么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 对用户来讲更合适。